游轮项目也是外国旅客入境的一大选择 随着国内游轮航线逐渐增多 和旅游产品不断丰富 通过搭乘游轮到访深圳的外国游客 也逐渐多了起来 美国游客特雷西和史蒂夫 这次选了以游轮的方式探索中国沿海城市 深圳是他们此行的第一站 登上游轮前 他们先在深圳各个景点游览一番 并且寄出了给家人的明星片 盖上有中国特色的印章 逛集市买纪念品 特雷西和史蒂夫不停地拍照留念 同时他们也在感受中国独特的影视文化 游轮即将起航 在十天的航程内 这座游轮将途经舟山 温州洞头 平潭 厦门等港口 最终到达上海 这类为海外游客定制的 中国沿海游轮旅游项目 通过上海打开外滩 动头登顶望海楼 深圳体验海上看湾区等文旅结合的方式 向国际旅客展示中国风光 即人文魅力 中文魅力 对于入境游的旅客来说 深圳不仅有现代化的城市景观 还有丰富的文化和自然资源 深圳入境游的蓬勃发展 不仅推动了本地旅游业的发展 还辐射到酒店民宿 零售商超 餐饮 交通运输等多个相关行业 我们是2023年7月的时候 全面开放外卡支付的 同比去年2023年7月 我们的交易比数是增长了4倍 交易金额是增长了5倍